这些八重的交情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珍贵的 比如说这八百之交中间有管报之交 就指着管众给报鼠牙 管众给报鼠牙在他们的交往 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报鼠牙对管众的深刻的了解和信任 当报鼠牙得到了齐桓公的信任以后 他就推荐比他的才能更强的管众来解替他 最后管众辅佐齐桓公 齐桓公成了一代霸主 知音之交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于波牙和钟子柒 这个交情特别强调相互之间的那种理解 第三种叫稳定之交 闻定之交讲的是连波克林相互 第四种交情的叫舍命之交 第五种交妻之交 这个大家也比较陌生 这也是讲了两个人 好到当一个人去做官的时候 另一个人不去 必须要两个人同时做官 他两个才去 第六种叫基础之交 这是两个朋友 这个互相之间守约的典范 第七种叫忘年之交 最后一个是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在中国流传最广 就是桃源三结义的刘关璋 这合起来这八种交情 叫八败之交 太全面了 非常感谢王老师